我們剛剛講 當然被抬轎的感覺好好 那麼投信任陽股 當然現在到2023年了 這個說到底會繼續要來 這個作帳行情還是結帳行情呢 投信會買當然也會賣 那麼十許指甲七個交易人 我們當然希望大家可以繼續買一些 他明年會繼續買 明年繼續看好 投信會繼續佈局的股票 陳妍你怎麼觀察 因為過去我也在投信 待非常長的時間 被業界稱為投信小王子 這個我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這個嗎 有這個稱號 那今天應該聽到了 基本上現階段你要談 這一張我整理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資料是說 現階段我們去看到投信 接下來佈局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仔細 很快的看一下重點 就是說我覺得你不要去想說 是要做所謂的年底作戰 基本上我們整個看完以後 他其實已經在佈局明年的行情 為什麼 因為這裡面幾個非常重要 連續買進的這些當中 不管你說連牆 漢堂 星象 系格 基本上基期其實都是相對偏低的 甚至你看最近這個鴻海 就是那個鴻海危機的這個事件 長榮的部分他們也連續買進 所以算是相當注意到整個後續趨勢的發展 這裡面當中很快的下一個結論 買這麼多的跟著嗎 他買那麼久會繼續買嗎 部位已經買比率高了 會繼續買 因為這些基期其實都不算高 因為這些基期低的 對 那當然我覺得這裡面 有三個主要的方向 第一個就是原物料的部分 航運 報價上漲的部分 你看不管是說 長榮 振興 這一類的 另外還有包括像記憶體 南亞科就是報價上漲的部分 另外一個就是低基期的電子股 不管是我們講最近開始動起來 IC設計的瑞育 或是聯電 或是被納入這個高股息股的神機 或像鴻基這些相較來講 其實基期都在偏低 那另外一個就是金融的部分 其實也有著墨 也有著墨 那像中信金 兆豐金等等 所以整體來看 這一次的佈局還算蠻分散 並沒有集中在說 我一定要做AI股 我一定要做什麼 所以這次看起來 整個佈局的方式 在這邊大家可以把這個方向把它記起來 OK 好 我們把它看清楚 當然這個目前它持續在買進 而且位階還是低的 是一個可以繼續佈局的方式 而且特別明年會繼續成長的 我們回頭來看 這個我們剛剛講除了台灣之外 美國也是個很值得投資的市場 那麼當然美國大家看到 哇塞這個美國最近表現很厲害 道瓊已經創下歷史的新高點了 那麼標普其實比去年1月的高點 只差1.2% 差不多這樣一個幅度 那我們可以看到 當然這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看到這個美國的聯準會 已經釋放出很多這個 歌派的聲音 剛剛開完這個利率會議的時候呢 他其實有提到對於明年的經濟漲況 你從數字上來看 好像比今年差一點嘛 明年預估是1.4 今年預估是2.6 可是你不要以為說 好像明年經濟就不好 其實是因為今年基期比較高 當然明年相會比較弱一點嘛 好 但是很奇怪的喔 既然大家都覺得 這個明年經濟成長率會低一點 可是在投資市場上 我看到的幾乎是大家一面倒的 認為明年繼續會繼續漲的 機率相對高的 其實關鍵就是剛請你所說的嘛 兩件大事情啊 第一個告訴你要降息了嘛 終於要降息了 對 降息一定是大家 哇 渤海煥騰 大家歡欣鼓舞 歡迎降息嘛 那第二個當然重點就是選舉了 所以在看到這兩個利基點之下 再看到其他的產業 尤其是以前有人擔心AI有泡沫的問題 可是你看嘛 幾個AI的指標股 不管你看輝打也好 看AMD也好 或是超微也好 你看那幾家公司 他們的實際財報出來 有沒有發現 非常非常亮眼啊 成長都是倍數了 所以你還會擔心AI泡沫嘛 我真的覺得想太多了嘛 所以零零種種各種 這資訊下來就告訴你 續漲的可能性大 那其中我個人其實最關心的 其實你可以看到選舉的問題 我們幫大家做一個統計的圖表 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個表裡面呢 這個基準點指的是美國選舉日 明年美國選舉是11月5號 所以基準點往前推時間 你有沒有發現 在選舉前就有一波的上漲 這不就是非常明顯的一個選舉行情 可是注意喔 你不要等到選舉前 你只要等選舉行情日 告訴你在美國選前的時候 他可能反而會下來的 但是在前面相對有個低點 好 所以問題來了喔 這裡是選舉日嘛 那這裡是300天 你11月5日往前推300天 不就差不多是明年初 好 所以告訴你 明年初可能一開始會漲 之後有一個低點 我會覺得這個低點 正是大家上車的好時機 當然你不能確定 他什麼時候會有這個低點出現 那你提前分批布局也OK嘛 重點是未來這一波的漲幅 我覺得非常可惜喔 所以不用擔心說 好像經濟成長率看起來是比較弱的 但是就各個面向來說 明年真的還蠻有機會的 OK 好 看到明年 當然這個選舉行情也是有加持 好 那麼這樣子來看的話 讓美國的投資標的比台灣大更多了 這麼多的這個目標 要怎麼樣去做選擇 我想請黃副總接下來幫大家來選擇 這個挑選標語這麼困難 有什麼建議 沒有錯 我們看到 其實美股的投資標的 其實百百種 非常多種 那其中呢 我們先關注大方向來說 明年的兩大主軸 包含了像在美國的總統大選 這個當然投資人相當關注 也是我們投資相當會 關注的一個重點 另外一塊就是聯準會的動向 我們看到其實聯準會 這裡送給大家一個 投資金句 就是投資找機會 就看聯準會 這不是代表聯準會操縱股市 而是其實聯準會 它注重的兩大主軸是 通膨還有就業 你可以看到說 通膨從去年的年中間9% 現在大概只有3.1% 而就業市場呢 在過去平均三個月 都還有在20萬人的就業 是遠高於過去長期 平均大概11萬左右 也就是說代表兩件事 一 軟著入的機會增加 二 聯準會在明年 也有降息的機會 所以美國股市一樣有表現的空間 所以縱觀全球的主要股市 其實我們覺得就是要找到 企業成長動力最強的一個區域 所以這邊看這個圖表 找到在這個圖呢 左邊這個圖放上的是 MSI各個區域指數的EPS增長率 黃色線就是最強的 最強的是什麼國家 其實就是美國 所以這代表我們在各區域中間 我們依然看好 美國其實是有機會表現的領頭樣 那在美國我們看到更細像一點 其實更細像一點 從S&P500指數各產業來看 獲利表現最好的是什麼呢 就是在黃色線段 這個黃色線是什麼 就是科技股 這也是說今年以來我們可以看到 科技股表現相對領先的最大原因 那我們來看到明年 明年是不是一樣 他也投資科技股就好呢 其實不是 我們覺得其實明年的難度 有可能會變更高一點 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今年以來的整個美股的漲幅 其實就聚焦在我們說的 絕地七五四 或者是說七個科技巨頭 像Meta NVIDIA之類的 這類科技巨頭 那有沒有別的成長的機會呢 我們來看到這個圖 這邊這個圖呢 綠色的線 是我們去統計這個七大科技巨頭 他們的預估本益比 的確現在本益比來到26倍左右 略貴了一些 比他長期的平均來略高一些 但是扣除到這七家之外的S&P500 還有493家 他們的本益比呢 遠低於過去長期的平均 也就是說明年的投資計畫在哪裡 我們覺得就是要從這中間去找尋 其他更多數百數千家的企業去挖掘 那當然 還有很多沒漲的 沒漲那麼多的 對 其他找其他沒漲那麼多的 那剛才 那最後要怎麼找尋呢 剛才跟他分享一個投資金句叫做 投資找機會 要看聯準會 對 聯準會現在大家搞不清楚 你看通膨緩和很多 但就業還是不錯啊 所以他講話也 聯準會就是不會把話講死嘛 沒錯 人家可能沒有說就是要嗆息了 什麼情況發生的時候 他們都會再做一些處理跟應變嘛 你怎麼看呢 那我們剛才講到說 看完聯準會之後 也許大家不知道怎麼看 當然我給大家去下連 下連就是資產要提升 就要找摩根 我們摩根呢 其實是資產管理的專家 那我們也是美國公司 也是美國的專家 當然講到這裡 我不要說我們摩根賣瓜自賣自垮 我用幾個理由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好了 我們摩根大東集團呢 是成立在1799年 成立到現在差不多200年左右的 200年左右的歸屬歷史悠久 200年大概是多少咧 200年其實只比美國成立的 立國期間少了24年 也就是說摩根的歷史 就等於是美國的歷史 我們中間見證了 美國多空的歷史的發展 那當然見證多空之外呢 其實我們現在摩根大通銀行 是全球市值最大的銀行 市值最大的銀行有什麼好處 這是代表著全球世界500大的企業 前500大的企業 有九成以上 其實都是我們的客戶 所以我們可以藉由跟客戶交流之間 我們去獲取更多行業的資訊 去更了解行業的動態 然後再進行投資 所以到第三點 其實從2018年到2022年以來 我們摩根資產管理 是全球主動式基金 淨流入規模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 所以第一個我們看好美股 第二個如果大家不知道怎麼投資的話 可以來仰賴美國的專家摩根 OK 好 因為自己一般投資人要挑選 這個環境瞬息變化 股市沒有變就是永遠都在變 真的是蠻困難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仰賴專家 這個經驗夠多 這個多空都看過進了期考驗 給大家的一些參考跟一個判斷 並且在這裡 擁抱提供社交流 因為我們又不使人 相信這真的交流 所以我們看好 我們就在這裏 我們就會有了 我們在這裏 超級喜歡 我們會不會有 什麼